中途出一門 第第第3號 可以讓我們進來 看診看到一半 口罩還沒脫 頭進聽診器還掛在身上 就往外衝 左衣服 倒順 左衣服 倒順 李醫師忍不住揮舞旗幟 朝車隊加油打氣 即使和小英總統車隊 對上演只有兩秒鐘的時間 但李醫師還是興奮的衝出來 揮其表態 沿路人很多 我們就要看他什麼時候要過來 診所監視器還能看到 6號下午4點多 李醫師因為病患告知 小英總統的車隊 會經過台南海電路的診所外 支持我們台南市的第三選區 陳廷飛委員 醫師等不及立刻跑出去 東張西望 拿手機對照小英車隊 掃接的直播 確定抵達時間點 甚至還去拿小英和陳廷飛的 競選旗幟 預備拿起來揮舞力挺 我穿這樣子揮 我是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我想讓陳廷飛立委 跟蔡英文總統有看到說 其實真的是有人在支持他們 李醫師自己也是兩個小孩的爸 在臉書PO文語重心長 要大家一票拉一票 還說臉書不讓他刊登廣告 這好靠大家分享 也提到自己身邊有不少朋友 有考慮移民 自己因為熱愛台灣 希望表態力挺 能讓大家一起站出來保護台灣 以前對政治冷漠從不投票 但去年高雄市長選舉讓他發現 不投票表態就很難守護 致愛的台灣 李醫師也貼出公告 11號早上8點到10點 這次要出門投票 希望表態力挺 能喚起更多人投下關鍵的一票 三十五年關注黃佳萍 台南報導 兩百分之間 三百分之間 三百分之間